跟大家介紹一下什麼是巷子 什麼是燈箱 巷子就是用溢素微噴 然後把作品印在紙上面 然後最後表上這個鋁框 葡萄色的窄版鋁框 燈箱部分就是它自己會發光 然後它會有一些厚度 大概10公分左右 這兩件都是120公分高的台灣山的作品 所以你可以看到左邊的紙本作品 跟右邊的燈箱作品的差異 然後燈箱的部分 我們後面都有一個旋鈕 它是可以調光的 如果關到最暗的時候 它就跟寶貝一樣 這是燈箱的厚度 這個是鋁框的厚度 所以一個是巷子 一個是燈箱 大家可以看影片了解一下 是的